当你杀完地下废墟所有人之后 你操控的小条文会线下北庄告诉你 它的本名叫做小茶 它也知道你在操控它 并且一步一步地引用 杀光了地下城里的所有怪物 但是当你仔细观察地下城里的线索 你会发现 你之所以可以一路顺利地打败那些怪物 是因为羊妈在把你送进废墟之后 一直在恳求神骷髅散死 暗中保护你 而那些怪物也并没有真的想要伤害你 很多妖怪甚至只是想跟你聊聊天 或者是让你摸摸它的头儿 为了赎罪 你可以重新打一遍 一路上一个人的巫砂走到终点 然而就当你以为你迎来了完美的大结局之时 小条文在看似欢乐的氛围里 突然回过头露出一门幻笑 最后所有角色的脸上被打上了金色的打仗 似乎是那个被你释放出来的游戏角色 再告诉我 究竟是什么样的